其實近期都彈了很多 講真句比我自己預期都厲害了 起碼有彈 講真句因為現在一來本港疫情這麼嚴峻 就是第五波 還有很多的限制措施就有加緊就沒有放鬆 變相對航空業來說 特別是國泰一定的衝擊是有的 但是可能因為在股分辨方面 大家都覺得要反映的事情都會反映得七八八 有時候就是這樣了 就是股價先很多的 所以形成這一刻就反而炒定幾個月後 如果可能當疫情真的能夠過去了 這一波慢慢是放鬆了 通關了各樣東西了 所以就有些是炒定先的意味 但是這件事就有好又不好 如果你說搏得中 那意味著的上升可能繼續持續的 但是如果假設是判斷不是那麼正確 譬如疫情可能這一波是搞得更加之久的 變相到時就會修正下來的 所以我想如果你有貨 真是貨短線少少為主先 不要說太過長線 那甚至乎我想如果你七萬邊有 即如果你有貨在手 這些位當然可以保持著它 但是我想定一個可能叫做離場位 譬如向下 我覺得如果這一刻你搏 就是搏它破近這兩個高位 然後以之前頂七個六附近 做回目標 但是向下來說 如果是結穿七個一流下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叫做慢慢來一下長線 所以你比較合適一點 畢竟都由六個三這些位 其實抽到近七個二、七個三 其實升了一元上來 其實以國泰能夠升到一元 都成成幾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小的升幅 很棒